今日说法 一场邻里之间的休闲排局 却变成永远的心痛不意 痛失爱子究竟谁来承担责任 今日说法问你播出 麻将桌旁的悲剧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王永教授 王老师 很多人喜欢和好朋友 和街坊邻居打个麻将 我们爱把那种麻将叫小麻将 输赢都不大 快八毛 不是为了赢钱 就是为了在闲暇的时候 打发时间图个乐 广西环江县的刘芳就是这样 几天不打麻将 心里面就痒痒 但是如今刘芳说 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打麻将了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 刘芳这样下决心是因为他在打麻将时发生了一件让他痛苦一生 遗憾一生的事情 那就是他不到两岁的儿子不幸意外死亡了 事情发生在2008年10月30日 刘芳带着儿子小勇去邻居阿芬家打麻将 刘芳还在牌桌上与牌友酣战时 却有人发现他的儿子小勇在卫生间里出事了 事发时卫生间里有一只装水的桶 当时就是我一进来就是借的头往下面 就这么小的一个桶 就是这种桶 桶当时装了多少水呢 就是有这么多的水 里面还有一个水瓢 可能是需要那个水瓢 就嘴巴又咬不了 就这样子都送 就现在就顶 头都往下面就迷了 刘芳赶紧抱着孩子冲到离院 可已经太晚了 小勇因溺水而窒息死亡 当时心里面脑子 他们是空白的 我也说不出那感受是怎么感受 刘芳和丈夫30多岁 才生了这个儿子 没想到还不到两岁就出现了这样的意外 刘芳的丈夫和公公婆婆 多多少少都有些埋怨刘芳 毕竟是她带着孩子去打麻将的 老人家肯定想不通 她肯定认定 那你带小孩去打 那你交给我不行吗 刘芳认为责任重的人是邻居阿芬 当天刘芳等人就是在阿芬家打麻将的 孩子也是在阿芬家的卫生间出世的 刘芳和阿芬相互指责是对方的责任 那么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据了解 当天刘芳带着儿子小勇来到了阿芬家时 阿芬已经和其他的三个牌友打起了麻将 小孩见那个麻将抓麻将 有点少 然后说实际上有糖啊有口啊 我就是 弟过来姨妈这里有糖 来来来来 来这里要糖啊 他就放着小孩 我都带着小孩去外面要糖啊 过啊 邻居阿芬说 他把小勇带到客厅里给他糖吃 完全是出于招待客人的礼貌 并没有多想 后来小勇自己就在客厅里玩 阿芬还替他换过一次尿不湿 打麻将都是迷麻将来的 人小孩 尿放过来 他都不换 那我说 你这样是不得理 我就说 那你带故事来吗 带故事来 我就帮你换一下嘛 事情发展到这时 刘芳和邻居阿芬对事情的描述是基本一致的 但再往后两人的说法就有了分歧 当时他就是坐在室里 那个时候孩子在哪呢 那个时候我种的小孩到室里了 到大大身边了 我就回去找室了 那他怎么能够知道 你把孩子带过来呢 因为小孩已经分档给他吃了 还要分档给他吃 还要给桌上的几个人吃 这个小孩也没有回到我这里了 那他又带走了 我就放心了 刘芳说 阿芬把孩子带走之后 就再也没有交回到他的手上 他理所当然的认为 阿芬是在照顾孩子 而阿芬却说 他把孩子带回到打麻将的那间房间 说明孩子已经交回到他母亲刘芳的手上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孩子自己跑到了卫生间 不小心一头扎进了水桶里 刘芳一家始终认为 是阿芬带走了孩子 没有照顾好导致孩子发生了意外 因此他们将阿芬告上了法庭 要求阿芬赔偿12万多元 由于刘芳家庭生活困难 环江县法律援助中心 为他们提供了法律援助 就是说从被告来说 你拿当去封这个小孩 对小孩说你来跟姨妈 姨妈给当给你 跟姨妈玩 这个时候呢 小孩的母亲又同意你报去 这个时候起 那个被告就已经产生了被告 对这个小孩有那个临时干款的 照料的那么一种责任的义务 有过说我说 他没有把这个小孩撬完在母亲的手里 他就去办干其他事了 结果小孩发生了意外 所以我说这是有过说的 这个小孩从原告身上 手上抱到客厅去要这个糖果以后 这个小孩又已经已经很 又返回来到那个原告的 打麻将的桌子上面 并且还分糖果给再说的 打麻将的几个同桌的人吃 我认为这个临时贷款的 这个关系啊 已经结束了 大概就是几分钟之间 已经把小孩又送回来到原告的身边 原被告双方 争执的第一个焦点就是 阿芬抱走孩子之后 到底有没有交还给他的母亲刘芳 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 当天打麻将的其他牌友的说法 就至关重要了 记者找到了一位牌友的家 牌友们都不愿意接受采访 担心说话不慎 伤了和谐 不过在法庭庭审慈案时 有两个牌友都出了书面证明 上面都提到 是阿芬把孩子从母亲那带到客厅里去吃糖 并且还帮着换了尿布 后来孩子又回到了母亲刘芳的身边 并且还分糖给大家吃 之后孩子就自己跑来跑去去玩了 我认为他坐在这里 小孩在那里玩 他也能干净的 但是这个门是开着 开到的 全部开到的 小孩子就在外面玩 走来走去 但是原告认为 你没有明确地告诉我说 孩子我给你送回来了 那么原告一直在专注于打麻将 所以他并没有注意到孩子已经回来了 所以后面才导致了悲剧 因为当时这个小孩一直都没有脱离原告的视野 所以不用说明确地要告诉我 这个小孩我就带回来给你了 所以直接的行动告诉了原告 已经把小孩又回到了你的身边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 刘芳的家人还提出 阿芬家的安全措施不到位 也是导致小勇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被告他是专门开说 单白收费 你这所谓一个业属呢 应当对来的人的安全保障方面 应当有一定的义务 在你这个地方打麻将怎么收费呢 最多只要他们打五块 那他们就可以五块 打两块都给两块 打一块都给一块 他们就是这个电费嘛 平时我也不问他们家 他们是自己留的 阿芬说他没有营业执照 也不对外人营业 只是平时邻居朋友来一起玩一玩 收他们的钱是为了平摊电费和茶水费而已 不算是盈利性行为 因此邻居阿芬认为 有关消费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 和他们家是没有一点关系的 你买了两台麻将机四千块钱回来 不可能拿来娱乐吧 你也没有什么职业 任何人都可以想到 是为了盈利 就是这个麻将 麻将作是我老弟的 刚刚拿回来 第四点就出事了 我也没有打算什么经营自杀啊 这种没有的 我们都是只向姐妹玩玩而已 这种的 两家人各说各的理 而这件事在当地也传遍了 站在哪边说的人都有 可能麻将馆也有一部分责任 也有承担比较大的责任 对母亲的身上啊 为什么啊 因为自己带的孩子 怎么能去打麻将 这个事情你怪在他自己吧 他出了事之后 双方在互相指责 每一方都在强调 对方应该在这个事件当中 承担多大的责任 我们一方一方的来说 先是孩子的母亲对方 孩子的母亲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具有绝对的照看和看护孩子的 这样一种义务 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 这个孩子的看护义务 就在孩子的母亲身上 所以他对孩子的死亡 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您刚才的分析是从 孩子的母亲要不要承担责任 这个角度来分析 我们针对同样一个事实 换一个角度 就是阿芬要不要承担责任 因为刘芳的家人在强调 阿芬你把孩子带走了 你带回来 没有明确告诉我 说我把孩子带回来了 放你身边了 没有这样的表示 牌友们证实 说这个孩子回来 但是他一直在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阿芬将孩子带去吃糖 这个实际上就使得他自己承担起一定的对孩子的看护监督这样一种义务和责任了 因为任何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的风险和后果承担责任 更何况这个行为针对的是一个孩子 因为他这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落了孩子母亲对孩子的注意力 这样一种控制 这样一种看护 虽然没有完全的免除母亲对孩子的控制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减落了 另外孩子的母亲还在麻将桌上 对 所以这种减落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至于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孩子后来又回到母亲的身边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那么阿芬是否就应当因此而免除之后发生意外的这个法律责任呢 阿芬没有对孩子的母亲做出明确的交付的这样一种表示 没有对孩子的母亲进行适当的提醒 阿芬的这种看护的义务依然是存在的 所以他要彻底的解除他的责任 这个在法律上是很难成立的 右方的家人提到的另外事实就是 你打麻将就是你收钱 这算你虽然没有营业执照 但是这也算盈利性质 所以你这种性质的场合 在安全保障义务上应该要承担的更多 应该说这个理由是基本上可以成立的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民法上的又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一个家的主人对于进入他家内的其他人 他们的安全是否具有一种保障和注意的义务 这个是应当承担的 2009年的2月28号 环江县人民法院也对这个案件做出了一审判决 我们来了解一下判决结果 法院最终判决 原告刘芳对孩子的死亡承担80%的责任 而被告阿芬承担20%的责任 阿芬要赔偿刘芳家4万多元 而事发之后 无论是设身其中的任何一方 还是旁观者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一个幼小的生命竟然会消失于一场麻将中间呢 所有的人都很心痛 几乎好多的年轻人 现在是开商铺的 卖东西的 没有事就打麻将的 到处摆麻了的 你上街就打 你到街上老街 家家都差不多 现在有的很多家里面都开麻将 也许您会说 小永的死亡是一次偶然发生的意外 可是这样的意外 竟然多次发生 2006年的海口发生过 一位母亲专注于打麻将 两岁的孩子玩水时 溺死于家中的水桶 照片上悲痛欲绝的夫妻 就是孩子的父母 看到两起惊人相似的意外 我们又该想些什么呢 打一打麻将小心一下 我觉得不应该拿麻将 经常就是当一份职业来 中一下就不行 这一首顺口溜 说家里的孩子哭哭笑笑 山上的牛儿乱蹦乱跳 喂的珠子上了灶 这个顺口溜就是在说打麻将的人 投入到了孩子也不管了 生活也不顾了 奴户也不干了那种程度 所以虽然有人说麻将是中国特有的文化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讲说 麻将是害人不浅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要怪 不要把错怪到麻将上 要怪应该怪打麻将的人 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 能够把某些朋友的麻将也降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王老师参与先生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这是说法 再见